相信大家都看過鐵達尼號 在最後一幕 那個Rose Town 在木板上的那塊木板 竟然以高價2300萬台幣賣出 成為有史以來成交價格 最昂貴的電影拍攝道具 今天要請教聰哥了 這個電影道具也不是隨便亂買 亂買還可能遭到神秘詛咒 沒錯 我們知道說鐵達尼號 1997年上映之後 當然它創下非常多的紀錄 特別是說 我讓這個加分是女生 那對於最後一幕 這個Jack跟Rose 兩個人在這個北大西洋的這個冰 這個寒冷的冬天裡面 泡在海水裡面來說 大家都覺得這一幕太過感人了 那特別是最後 這個Jack為了要讓Rose 能夠安全的離開之後 他放開手 然後就沉入了這個 北大西洋的冰流裡面 大家看到這個 我相信已經都熱淚盈眶 他為了要讓Rose能夠平安 那當然大家說 這個東西 這個道具太過感人 它有故事性對不對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剛好這個道具就被它出來拍賣 結果拿出來拍賣之後 這果然創下天價 他用這個71.9萬 約莫折二息代幣是2300萬成交 變成是所有拍賣會裡面來說 最貴的一個電影的道具之一 為什麼能夠這麼貴 我們講這個道具看起來 也平平無奇 不過根據他們這個 James Cameron 就是導演的說法是說 這個不是亂弄的 他們是真的仿造當年鐵達尼號 他們的一等的所謂客房裡面的 木門門框所做出來 這不是隨便一個木板 它真的是當年的這個樣子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想想說 為什麼能夠拍那麼高的價格 因為很簡單 大家都想要說 我真的把它買回家之後 泡在水裡面哪裡說 看到底是不是 明明 為什麼有人這樣說 他說這個明明就可以兩個人上去 為什麼 你可以Jack也可以活 為什麼只有Jack沒辦法活 只有Rose能夠活嗎 有人要親視測試這個狀況 做實驗 對 沒錯 事實上講到這個做實驗這件事情來說 James Cameron就是導演他也有話說 他說當年就很多人打電話罵他 就說你為什麼不要 明明這個木板看起來滿大 可以兩個人上去 他因為這樣 已經被罵爆了 但是他說我們不是亂做的 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們當年真的有來做這個試驗 做實驗是說什麼 真的他們到底能不能夠 兩個人都待在這上面 然後後來他們待了那麼久 你看他們還有當年的一些 實驗的這個畫面 然後證明什麼 這木板沒有錯 是真的可以勉強兩個人在上面 但是因為這兩個 如果真的都上去的話 也不知道能不能撐多久 所以撐一個人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才弄了這一幕 就是為什麼最後這個Jack 泡在冰水裡面跟他講那麼久 最後會分開 因為他就是犧牲自己成全的Rose 這個感覺才會比較甜美 比較悲 算是比較悲淒的愛情故事 但是這不是隨便亂拍的 那好 當然這被成交之後 就看這個買回去的人 他要不要來試試看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算是1997年的 這個鐵達尼號之外 還有什麼 ET外星人 這也是一個這個 史蒂芬史蒂威的一個大作 然後他的大作裡面來說 這個外星人 ET這個手會亮起來 這個ET來說 他這個機械型頭部 因為這個當年 做起來是相當困難的 然後這也是被拍賣 因為這個是 ET是永恆不變的 這個所謂的經典巨作 所以他賣的時候是63.5萬 約和新台幣是199萬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李小龍 對 金武門 他用這個所謂雙結棍 那雙結棍來說 他這個代表 因為這個算是華人的 這個演藝人員來說 李小龍算是數一數二的 有成就了 那他的這個武器來說 拍賣是16.25萬 則而新台幣是508萬台幣左右 那另外這是比較古老 這個可能加分 可能都沒看過這三部電影 有啦 有看過 但是這部電影就看過 就哈利波特對不對 哈利波特來說 你看哈利 妙麗 還有榮恩三個人的魔葬 對不對 還有在佛蒂摩 他們使用的這些相關的魔葬 他都在這一次的拍賣會上 所以這一次的電影拍賣會來說 你真的要買什麼都有什麼 有哈利波特的 然後ET的 還有金武門 甚至還有鐵達尼號 好 這些道具看起來 都不是那麼樣的一個 駭人或者是相當精神 但接下來的道具 有時候我們覺得是假的 是 但它其實是真的 對 是像電影 或者說很多拍攝場景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鬼哭神》好了 這是我小時候看過的電影 它真的很恐怖 它一共拍了三部 這是史蒂芬史蒂柏的導演 導的 然後1982年 這個推出的轟動之後 然後就是很多 很多螢幕來說 大家都看得都很害怕 我記得我當年 小時候看得都很怕得要死 那裡面最經典的螢幕就是這個 他們的喬貝斯威廉 他裡面來說 他泡到這個游泳池裡面 他游泳池裡面來說 他又撞到什麼 撞到一個屍骨 撞到一個屍骨來說 就是這樣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來說 是相當恐怖的一個畫面 可是為什麼這部電影 現在變成是所謂的 詛咒的電影 因為當年的時候 他們原本如果是現在 當然你可能用合成的 或是說這個人骨來說 可以做出來 模型啊 對 但是因為當年是真的用了人的骨 真的人的骨 他們真的去找了一個人的骨 為什麼 因為當年的甲骨 你要做出來很難 你要做得很逼真很難 所以他們就真的用真人的骨頭 因為用了真人的骨頭之後 這好像就有點魔咒纏身的感覺 因為後來就真的發生了 非常多詭異的事情 好 第一部電影裡面 世穎姐姐的Dominique Danny 你看他其實蠻甜美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他 原本人生準備要爆紅了沒多久 結果沒想到他上癮了四個月之後 他被前男友勒弊 就兩個有感情的糾紛 他就這樣過世 你要想說這個 這個好嗎 就是這樣子 他都不信 可是好 後來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譬如說拍第二部的時候 演惡毒的傳教士的朱利安貝克 他也是一樣 他那個沒多久之後 1985年 電影上映沒多久 他就過了 過世了 為什麼過世 死於未 原本人也好好的對不對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 飾演巫師的威爾三姆森 他也是一樣 1987年突然之間就 這個腎衰竭就過世了 好 另外還有這個 這其實在三集 都有演出一個重要的角色 小女孩的這個 海瑟歐羅克 他也算是準備要爆紅的 一個小影星 你看這麼好的這個電影 可是你看他其實 第一部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到第三部的時候 臉有點點比較浮腫 人家說那時候 他好像似乎得了一些什麼 克隆症等等的一些疾病 結果沒想到準備要爆紅 但是沒想到他也沒多久就過世了 他當時才12歲 所以你看被他纏身 你看一個這個Dominic Dany 還有一個這個所謂小女孩 都這樣過世 然後你跟我們講 還發生了兩個人生命過世這件事 所以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這一部電影 也就是說鬼哭神豪 就變成是說史相最有行 人家就說什麼 是索命血奏的這樣一部電影 其實好萊塢的這個電影當中 有藏有詛咒的 也不只鬼哭神豪 據說還有其他的類似鬼片的電影 也藏了很多的神秘詛咒在裡面 對 沒錯 我們看事實上這部電影也是一樣 這邊有鬼修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其實也是滿驚悚的 那這個導演說什麼 導演就說 我當時發生一個非常詭異的事情 他就說他準備了 因為他們在這個出外景 然後在一個黑 這個漆黑的牢房裡面在看影片 就拍出來的成果 那當時有放了非常多十字架 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記得他身後有一群工作人員 大家一起看對不對 在那邊看看 然後是當地的這個工作人員 結果看完之後 他想說轉頭看看大家的反應是什麼 應該照理說大家的成果這樣 結果轉頭看 後面沒有一個人 他覺得很奇怪 而且房間只有一個門口 就是在他的前面 他記得當時有非常多背後人 然後他現在就想說 難道我看的那些人 不是人嗎 還是怎樣 然後他覺得毛骨聳 他自己都覺得 想到他可能都起了雞皮疙瘩 好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巨魔鬼 那巨魔鬼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滿喜歡看這種所謂鬼片的 他也是他在講述說 拿到一個納粹時期 他可能隱藏非常多的鬼魂 在這裡面的一個東西 結果演出這個父親叫做 傑佛瑞 迪恩摩根這個人 他就說什麼 這個演員就說 他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常常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說因為我們知道 這巨魔鬼裡面是有非常多 這個所謂魔具在這裡面 一個所謂的盒子 就像他說這個 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道具會突然爆炸 然後而且還沒有 明明這個是個秘密 譬如說在我們房間裡面 明明都沒有任何窗戶 會感覺到有人在催你的這種感覺 莫名的這個冷風 然後還有一場戲 就是演一演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著火 著火之後 然後整個這個現場的所有道具 全部都燒光 他們也不知道到底 會發生了什麼原因 就覺得莫名其妙 這個是個鬼 這個發生的作用 另外還有安娜貝爾 安娜貝爾可能 這近代大家看得都嚇到 還有一幕是說 他們在拍個電影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在塞道具 塞道具之後 結果後來那個燈就掉下來 就砸到那個塞道具的人 結果因為他們下一步 他們下一個場景 就要拍這個影片 一模一樣的場景 就先掉下來 就這樣砸到這個演員 大家覺得 這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 有一個演安娜貝爾的保姆這個 他就說什麼 他每一次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都看到完全不一樣的 甚至還有 疑似還有發出聲音 這真的是大家完全嚇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安娜貝爾 另外還有一部就莉鷹仔 這個可能大家也都很喜歡看的 莉鷹仔 那莉鷹仔也是一樣 他說什麼 因為莉鷹仔是有鬼魂 那鬼魂來說 他說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他們在看這個影片 有時候在片場 都要用所謂的電腦 他們用電腦的時候 發現到什麼 電腦合起來的時候 居然電腦的盒子 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外殼有那個不知名的刮痕 就是好像有人在刮你 那個刮痕這樣一個感覺 他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個樣子 明明就沒有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他 赤眼Christine的Joy King 他在拍攝的時候突然之間怎樣 突然之間就說 他患了這種罕見的疾病 嚴重到什麼 嚴重到說要拍攝完畢的時候 都要去醫院檢查 就說你這個好像是個 可能是血癌 是白血病 結果沒想到他就說 他就說你在拍 可能你會內出血 結果沒想到他就說 好啦 那我就盡量 就是盡量小心安全 因為這個畢竟還是要把它拍完 結果沒想到把它拍完之後 他回到他家之後 就拍完整個殺青了 回去之後 這個病居然就不要而慾 也就是說你要去說 是不是你在拍這個 這個鬼魂纏著你 讓你整個血液循環 不好或是怎樣 所以這都難以解釋的這個問題 這是安娜貝爾的人員